观察者网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经济顾问 罗德尼·杨斯基 2月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武军已在巴赫莫特与合军激战数月 如果有必要 武军可能会从巴赫莫特战略性的撤退 罗德尼·杨斯基称 格鲁斯现在正试图包围他 他们正在使用他们最好的瓦格纳部队 这显然是一支训练有素最有经验的部队 很简单我们的军队会权衡所有的选项 到目前为止他们守住了这座城市 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们将战略性的撤退 因为我们不会白白牺牲所有的人 当被进一步问及撤退时间表时 罗德·杨斯基告诉CNN 是否需要撤军取决于军防 他表示 武军已经在巴赫莫特以西地区加强了防御 就算我们撤退了 也并不一定意味着 俄罗斯人之后就能够非常迅速的向前推进 罗德尼·杨斯基说 别搞错了 我们很快将发起反攻 巴赫莫特位于顿巴斯地区 是乌军部队补给的重要交通枢纽 路特社此前称 俄军27日试图继续收缩 对巴赫莫特的包围圈 另据顿尼茨和当地官员的说法 目前所有通往巴赫莫特的道路 都处于俄军火力控制下 乌军在预备人员补充方面 受到了很大限制 紫莲斯基27日坦承 巴赫莫特及周边的局势 越来越复杂严峻 俄军正发起猛烈攻势 他在28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重申 乌克兰目前最大的挑战 就是保卫东部城市巴赫莫特 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 瓦格纳集团创建人 耶夫根尼·普里格人上月表示 要想拿下巴赫莫特 就必须切断所有供应路线 他预计3月或4月 才能拿下这座城市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莫特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莫特